一连三场的罗志祥无法无天之一半零一夜 演唱会香港站在红摊拉开帷幕 首次以四面台演出的角柱 在全场爆满的气势下 身穿习近科幻的LED银色五衣 从半空降落 场面称害 不是要老婆家 那我朋友愿意淘白 恢复成出你的招牌 给自己的相白 心间无法无间 但自己来越些 但到此为止在怒命 当会这个东西 距离天地的笑话 你敢说他 心态人 core 外婆亲自一般学心 大发生思过 小猪首场演出的嘉宾是香港天后荣祖儿 以超短硬朗发型 配一身黑色透视露肩2BJazz的Joy 与小猪在台上合唱恋爱达人 两人在台上步伐暧昧互动 时而互搭肩膀时而脱手合唱 到最后小猪更摸着荣祖儿的下巴 硬生生地凑过去扮亲吻 当然最后是没有听到 对于歌迷互动的握手环节 小猪更自备吸引吸友相机 在舞蹈员的协助下与歌迷合照 其中小猪的母亲更在观众席出现 母子俩匆匆握手静温 既温馨又感动 小猪首场的演出在晚上8点半准时开始 但是到了晚上的11点就正式结束 没有过多的反场环节 很多歌迷明显不满 直到场款的灯全部亮起 还有很多留在座位上求求比赛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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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愿意乐过吧 箱子掌握到